我是林国华的女儿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青 我妈妈叫林爱青 你今年几岁啊 我今年23岁 可不可以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自从你爸爸过世以后 你是怎么生活的 就是你自己的情况 就是我爸爸是2004年 然后发生的嘛 然后我2004年就是复杀嘛 然后上班学期没赌完 我就出去打工嘛 然后直到2007年回来嘛 然后我就是在外面一直打工 帮助我弟弟 然后赌完那个高中嘛 你在哪里打工 在贵州 就是我在我舅舅下面 然后这几年都是 也是他的帮助嘛 然后叔叔在贵州哈 嗯 你在贵州是做什么工作 在贵州他是开那食品产的嘛 然后在下面帮他开发票那些 嗯 贵州哪个地方啊 贵州贵阳市的 很辛苦吗在那里 在那里就是打工嘛 有时候也要看别人的脸色嘛 是不是 就是赚一点钱也是不容易的嘛 嗯 一个月 在那里一个月能赚到多少钱呢 一个月就是几百块嘛 嗯 你寄回家是不是 嗯 那我弟弟他那时候是 还在独处嘛 然后每每 就是家里的开销那些都是 就是我在外面打工然后进回来的嘛 弟弟现在几岁了 他现在二十二岁比我小一岁 嗯 现在在念书哈 嗯 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他的学习状况怎么样 我弟弟 嗯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 还在实习中嘛 嗯 然后学习就是还可以嘛 一般般来 嗯 在在高中是吗 嗯嗯 就是因为女儿把他打给他 可能要我打给他 然后现在 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他也要出去那 实习间啊 也要出去打工 然后帮助家里妈 嗯 哎呀